台湾熱城烤番薯路上的行人防曬遮陽貌不離身 還有人頂著大太陽在戶外工作 真的快要被熱昏 兩天比較悶著 工作到一個時間 休息一下吧 補充一下水分 找個遺囊的地方躲一下 主要受到西南風沉降影響 全台高溫飆破35度 台東兩起局設警戒有焚風出現機率 窗北地區體感溫度更是飆到41度 台湾附近的一個雲量上來看的話 目前就是主要是以中高層的雲氣為主 雖然說就是有些中高層雲氣在存在這個地方 不過如果說有些透光的時候 還是會比較偏悶熱的一個情形 還有午後受到熱力作用 北部東北部還有山區可能下起雷震雨 稍微緩解一點暑氣 金門跟馬土因為是離封面比較接近的關係 所以可能雨次上有時候會是比較偏大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就是說像是在南部地區 尤其像是在沿海的地方 那可能就是要留意一下在海外的對流雲氣 移入所造成的一些降雨 下周一還有一道封面逐漸接近 可能為金門馬祖地區帶來短暫震雨 但對台灣本島沒有影響 各地仍然是晴朗高溫天氣 星期三太平洋高壓再增強 氣溫都在30度以上 說這個太平洋高壓的位置 也是開始會有逐漸往西延伸的一個趨勢 所以到了禮拜三之後 其實因為受到這個太平洋高壓犧牲的一個影響 那我們台灣附近的一個風場上就逐漸是轉為吹偏南風的一個環境 所以到時候各地的天氣上都會是以午後的這個天氣形態為主 高溫炎熱的天氣預計將會持續一週 氣象署建議民眾外出活動要多補充水分 避免中暑甚至熱衰竭發生 金星輪的綜合報導